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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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眼清新甜美或是气质知性的角色 因为我蛮期待他可以演反派 因为就像我说他体内其实有一种 就是他其实有一种刚强 有一种骨子里的一种隐藏的一种 小小的坏是没有被发掘的 从《乖乖牌》到《星机女》 张俊宁突破外人对他的刻板印象 让一路栽培他的导演也很惊艳 这一件他足足磨了十年 就以前小时候我看剧本是 剧本怎么写怎么演 剧本说要笑我就觉得就是笑 就是跟念书的时候一样 你觉得教科书是圣经 剧本后来再看的时候你就觉得 其实所有的人不管编剧到最后 没有人会比我更了解这个角色 张俊宁是那种 从小很用功念书的好学生 剧本上密密麻麻的笔记 是他揣摩角色时给自己的提醒 表情 口吻 眼神都要精准到位 一句话小声练习一遍又一遍 我找了个学校以后当老师了 我找到学校以后要当老师了 他场一个人在咖啡厅角落读剧本 没有人对戏自己就是导演也是编剧 他说因为不是科班出生 也不是天生戏精 所以要投入更多 你要希望他去剑刺科学 所有的设备跟系统 然后到皮筋雄2 他必须要去攀岩 我觉得每次讲 都是一些很艰难的东西 但是他其实每次都会 静悄悄的就把它做完 然后事后再来抱怨你这样 处女座A型的个性做什么都很拼 要求完美不容易点瑕疵 她说从小就不服输 永远想证明自己 只要努力什么都做不到 5 2 3 4 5 6 7 8 9 10 哈啰 学妹好 学妹好久等了 像是张俊宁最难忘的学生时期 是参加精美女中衣队 为了练枪法 她可以清晨到学校 练到最晚离开 因为以前就是这种天气 你看这多晒 然后现在才4月5月而已 然后我以前我们早上带 可能带队员 然后下午就练学妹 我以前当过兵 所以我现在当演员 我觉得很幸福 没什么 我们只是要跳跳水 然后被雨淋一下 然后还有人会替我们打伞 以前谁替你打伞 看他们现在这样 我们是不是很幸福 所以我每次只要想到以前 我就觉得怎么过来的 我想有一些意志力 就是这样锻炼的吧 参加一个宜队 弄到自己功课很不好 这我相信很多家长也不能接受 所以我就不让她去 那一年我记得她17岁 她跟我说妈 这是你的人生 还是我的人生 那我非常讶异 她只有17岁 她居然会反问我这样的话 1 2 3 4 1 2 3 4 2 7 8 1 2 3 4 1 2 7 8 那是第一次 张君宁决定要过自己的人生 即便暑假时得顶着30几度高温 在操场上练习一整天 也从不抱怨 她说很庆幸那时的训练 让她现在夏天拍冬天的戏 都不觉得累 就是手起水泡啊 然后起了水泡之后 再还是要练刀 然后就会用那个透明的 用那个3M的那种胶布捆 捆完之后戴手套再做 做到那水泡破了 然后流水 只是因为太在乎别人眼光 试试为自我表现打分数 让张君宁刚出道的那几年 过得很辛苦 我真的印象很深 我们那时候好强 每一天收购 我们要把衣服换掉嘛 最后一场四天就去厕所换 换的时候 我都会在厕所里面 就是不停地扁 因为整天的压力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做得上 做不到反应要的 谁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子啊 谁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子啊 你也是很担心她的对吧 十年前 她顶着法律硕士的高学历 踏入演艺圈 出道没多久 就演出白色巨塔的女主角 环兴 机运令人呈现 但事实上 这部成名作 却是张君宁心里 一直放不下的纠结 那你那时候 第一次看到别人不喜欢你 或者觉得你做不好的时候 心情很沮丧 很沮丧 当时的张君宁23岁 却要演32岁的情绪 社会历练不多 恋爱经验不足 表演完全靠自己想像 播出后 演技受到批评 很多年 她都一直跨不过 心里的那道墙 那时候菜脚跟我说过一句话 她说十年后 如果你在碰到关心 你一定会演得很过瘾 对 所以我现在完全可以体会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会有一开始时候的立场 那个都会的 都是必然的过程 我觉得那是难免的 难免的 当然我后来也不忘要补她一枪 但是以你现在的能力 如果去演一定会好很多 她就 她学会沉浅 找方法自我磨练 随身带着单眼相机 在旅行中捕捉新鲜事 也在城市里随手拍人物 靠着在镜头下观察人的表情 姿态喜怒哀乐 转化成荧幕前感动人心的表演 你看到不同的人 他们不同的状态 有的时候可能会成为我 某一个角色的样子 我曾经看过一个人 他在修理东西的时候 的表情是这样的 他在卖东西的时候 表情是这个样子 他吵架的时候 表情是这个样子 就还蛮有趣的 人生时情时雨 十年演员录 这位演艺圈的高材生 已经能坦然面对 许多苦涩低潮 都是路过的风景 前一两年了 两三年前 还有遇到台湾的电影 原本找了三 连续三部来找 都已经差不多 弹得差不多 然后三部全部换角 好像说好挫折 我就觉得 那一定是我自己不够好 两年前 他因为做工艺活动 去了一趟蒙古 在宽阔公路上 跳起来的这一瞬间 他整个人豁然开朗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如果蓝天白云是 如果这张照片是整个人生 他可能这个挫折 在现在这段时间来说 他就像我跳起来的 那个人身影一样小 那这么渺小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让他自己 跟我过不去 我这一次皮鲸熊2 看他的表演 我觉得他演得非常好 而且他的层次跟细节都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时候了 他可以放下那个 那个过去一直纠缠他的 那个所谓的挫折 也许真的是生命的体悟多了 心开了 人也松了 张居宁越来越能释怀自己的不完美 他知道表演的本质是为了快乐 曾经的黑暗低谷都是一种沉淀 取决反省后的人生才会更有味道 这些都是生命的累积 也都是表演的养分 接下来同样是气质女星徐伟宁 今年她因为TVBS的16个夏天 在金钟奖抱回了最佳女配角 片中郑瑞瑞这个纠结又深沉的角色 凸显了伟宁绝对不是只会演佼佼女 就跟君宁一样 徐伟宁接下来要带你回到 她度过青年时光的杨明山 每个大明星其实跟我们平凡人一样的 他们都需要一个回忆的角落 在那里既放松 有温暖 可以得到重新出发的动力 我是一个很慢熟的人 然后我喜欢自己独处 自己一个人的旅行 有一只小猫 然后耳朵很硬 非常固执 然后是一个只要讲到家人就 非常爱哭的女生 背着阳光 徐伟宁似乎才有了安全感 慢热的徐伟宁看起来 就像秋天的暖阳 有热力但没有杀伤力 喜欢用自己的速度 习惯的方式 让世界的运作都变成自己心底的秘密花园 我觉得散步很好玩是 你可以发现 其实现在散步在路上 根本很少人会注意你了 因为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就是你穿着 就是你什么都不用遮掩 你走在路上 其实根本没有 大家都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然后他们认出过来 但徐伟宁的童年生活 却少了一些温度 小学的时候 曾经因为长得像红发安妮 长得跟同学不太一样的外形 遭到排挤 完全不知道 我回家我不会讲的 但我家人会觉得 我为什么个性这么闷 就回到家都闷不吭声的 然后就躲在自己房间里面 不敢讲就是怕家人担心 狮子座的徐伟宁 从小就武装自己 唯有如此才能够保护家人 让带大她的外公外婆放心 我的家人都很爱我 我觉得无论如何 我在外面怎么样 我都不能让他们难过 因为我觉得回去讲了 只有难过的是他们 他们一定会比我还难过 家人是徐伟宁的死穴 只要轻轻提起 眼泪就会决堤 会喜欢独处 大概就像狮子受伤了 喜欢找个地方疗伤 勇敢的狮王 更不可能在家人的面前认输 长大了 杨明山是徐伟宁 让自己小宇宙复原的秘密基地 大部分是一部新的戏要开拍了 我们就会开车上来晃一晃 每次拍戏前 徐伟宁总爱一个人开着车 顺着仰德大道往山上跑 可以让徐伟宁安心的地方 其实都是熟悉的环境 就是有很长的一段 很快乐的时光都在杨明山上 因为高中跟大学都在杨明山 所以我在杨明山待了7年 所以山上有很多地方 都有一些回忆 What 我刚刚才跑跑去 找不到自己学校就是满尴尬的 真的是鬼迷的心窍了我跟你说 对啦 我刚从那边下来是对的 就是他在那 那你上次都不理我 那我不理你 不好意思 嗨 校长 你不是两点才本来吗 喜欢演戏 徐伟宁说 就像释放内心深处不同的自己 所以读华刚异校 拼上文化大学戏剧系 其实徐伟宁始终在自己的梦想 航道上没有放弃 但是他几乎都没有变 他在学校就是这么漂亮 真的 他在读书的时候就是这么漂亮 那以前因为他的脸孔 有一点混血的关系 在学校当天就比较受注目 嗨 谢谢 我在花园校待了快三十年 就是能让人家眼睛亮得不多 他是 他是我第一个看到的 就是这么漂亮的人 真的我不可以 我一直跟你们 对付他们学生 我说我一直看那个学生 看那么多 可是他比较吃亏的是 因为他是会学的 可能连徐伟宁自己都没有想到 小时候因为外形交不到朋友 上了高中反而成为焦点 我觉得其实到现在 偶尔有时候也没有那么的喜欢 因为我觉得心里面 还是会有那种自卑感 就是觉得无论就是人家 说你很漂亮你都会觉得说 你的漂亮是不是的意思 是觉得我长得很奇怪 外表被接受了 徐伟宁却更努力地 从人寻当中隐藏自己 渴望有朋友 渴望过着跟童年 不太一样的生活 他小时候个性很可能 就很露娜 好害羞 所以他动不动 他就会脸红 我是哭 我就会 因为我就喜欢闹他 但是不是欺负他 我就会 你就是霸凌 就是霸凌 我现在想想我脸红好坏 可是就是 人家也是跟我很好 而且我时候会脸红激动 到还流鼻血 外国之间 对 我都想要说是外国人都这样 我懂我这样的文字 高中生活是是为您成长的转类点 终于可以在人生的画布 挥洒自己喜欢的色彩 遇见高中同学 徐伟宁的画夹子更容易打开 只是跟着徐伟宁走才发现 她快乐的回忆总是连着美味 或许更深一层追究 她的快乐来自家庭 来自婆婆的厨房 像注射还是一样的味道 之前来学校就是下课时间 我们都会喜欢吃小飞鸡饼干 小飞鸡饼干竟然还摆在同一个位置 就像几本巴拿娜 在厨房这本书所描述的 家因为有了厨房才有了完整的感觉 不论那个厨房长什么样子 徐伟宁习惯在味蕾连结幸福 更可能是因为家人用幸福的滋味 陪伴徐伟宁走过人生的高低起伏 好 接下来看的是最新影帝 蓝正龙 蓝正龙今后年最大的变化 就是多了女儿小篮球 她甚至刻意减低工作量 一半更多时间能够陪伴妻儿 我们大家都记得 有句话很多人转贴 也感觉相当动容 就是她在夺得影帝的时候 在金钟奖颁奖典礼奖的这一句 她说 妈妈真的很爱你 长大以后你不理爸爸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很孝顺 很孝顺你妈妈 下面的故事就是蓝正龙的 唯色心情 好 先看的观念 忧郁神情 蓝正龙全是对恋情的难以割舍 透过荧幕传达出的表情细微变化 精准到位 她 帅 美 好吧 就像是身体安装了自动开关 导演一喊咖 这位新科影帝的情绪 已经可以立刻抽离 看这一张楼 现在就有很多 拼模式一样 然后可以看这些 镜头外的蓝正龙 一谈起女儿 脸上满是慈父笑意 自从女儿出生 蓝正龙这八个月 刻意减少自己的工作量 把重心放在家庭 我要感谢 我的太太 谢谢你 我希望你在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出现 然后愿意嫁给我 然后生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女儿 小篮球 我想跟小篮球说 妈妈真的很爱你很辛苦 长大了你可以不要爸爸没关系 但是你一定要很孝顺很孝顺你妈妈 金钟奖的致辞上 谢谢 蓝正龙对太太深情感言 让周又廷在台下热泪盈眶 2015年 蓝正龙不仅攀上事业高峰 爱情 家庭也都开花结果 蓝正龙就是一个很调皮的人 就是会捏脸扯头发 然后就是会掐人 然后会乱抱乱亲 她就是一个这么调皮的孩子 夫人就是一个完全可以接受她这样的行为 吃饭吃到一半把脸这样 我老婆这样 就很可爱 家人是最甜蜜的后盾 细细观察这个时期的蓝正龙会发现 他的眼神 表情都显得特别温柔 但其实过去的蓝正龙 私底下也不是真的如外界说的难搞 只是出道时的前几年 不善面对媒体 让他总被冠上冷酷王子的形象 因为他压根就不是一个冷酷的人 他可能就长了一张脸吃亏 你看他那张脸就是 超致 超致 对 对 我觉得 对 就是眼角的部分 就是我如果这样看你啊 就是我会在瞪你 有一点 对 可是如果我这样看你就不会啊 可是 人轻松的时候 就是聊天 跟朋友聊天 然后突然喵一下 有人走过去就是喵一下 然后我就会被人家警告说 诶 叫你们搬那一个 不要太唱丑 吹他小 那一种 我说我 没有啊 有啊 在走廊上啊 你瞪他啊 我说 他说谁啊 天生以赴令人难以亲近的扑克脸 拉出距离感 加上赤裸裸摊开自己的私生活 是蓝正龙一直很难克服的演艺圈考卷 他说实在不喜欢 每次宣传都被追问感情进展 模糊工作焦点 那你辛苦了几个月半年的工作 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就是 就是在你的情感 情感生活上面都做曝光啦 因为我觉得会对不起我的工作伙伴 所以我就尽量不去谈 那久了大家觉得我好像很难聊 但是我其实很好聊 只是我不想要去影响我的同事 他说自己不喜欢解释 被误解久了 也就习惯了 回到篮球场的不路 像是终于放下长久以来的防备 回到那个梦想是 打职业篮球的16岁 就是那时候这样长大也是快快乐乐的 然后梦想很单纯啊 然后也是努力去实践啊 想当篮球女生 对 真的很想当 原本世界里只有篮球的小框框 走上了演员这条路 蓝振龙才发现 自己跟人的接触太少 当演员的这几年 没有工作的时候 他几乎都靠单车代步 穿越市区巷弄的同时 观察街边的人事故 他说最实在的生活 就是他演戏最好的老师 做 就是我很喜欢骑脚踏车的原因就是 很接近人 就是 我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就可以 要慢就慢 要快就快 然后你就经过一些 比较特别的画面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停下来看一下 所以他不是一个 是研读剧本的 他是在生活里面很认真生活 观察 他尤其喜欢跟市井小明做朋友 他觉得他们才是 真正最懂得生活的人 蓝振龙总是感恩的说 世上天眷顾 给予他可以当演员的基本条件 但是演技却得靠后天 扎扎实实 花功夫琢磨 他清楚知道 自己不是天才型的演员 所以要比别人更多用心情练 在片场 其实没有自己的戏份 也看着他坐在一旁 全程盯场 试图揣摩别人的角色 没有 因为我工作的时候 习惯那个 就在现场 因为我觉得这样 可以增加那个熟悉的感觉 所以你就来现场 你就会很自在 然后你整个人自在 我觉得就还蛮 就比较舒服 就像蔡明亮说的 没有比生活 没有艺术在生活之外 蓝震龙是一个这样子 对人蛮敏感的人 所以我觉得 再加上他自己的努力 我觉得其实 他一路一路其实一直在进步 蓝震龙说 当演员其实很孤独 镜头前 只有你自己能战胜表演 一下的戏 还要学会如何在热闹后独处 他总在无法抽离角色时去慢跑 他说慢跑就跟演戏一样 跑的时候很寂寞 但是只要坚持下去 就会发现自己终究能 一步一步跑到重点 每次回来这边 其实都没有什么压力 就是很放松 就很像回到小时候的样子 你可以闹 可以开玩笑 唱歌 都没有什么束缚在 演艺圈的生存 优神劣败 立即分明 往往经过非常残酷的比拼 然后可以磨练出 更多潜能和实力 台湾歌手阿令 在过去一年里面 参加大陆我是歌手的比赛 一路过关斩将 让人不得不佩服 她现场演唱的爆发能力 还有歌唱技巧 那么在13亿人的市场里面 阿令的表现 和大腕级的歌王歌后同台 一点都不逊色 对于阿令来说 一步一脚印 每一个过程都有意义 她已经觉得收获满满 简单T恤 牛仔裤 私底下的阿令很随性 这一天她要带我们回她的家乡 没想到从台北上飞机时 太阳还大到睁不开眼 一到台东 却突然倾盆大雨 可能就是这样子的环境 给我这样子的 一个乐观的个性 所以其实我对每一件事情 都是非常乐观的 隔了三个月才终于抽孔回家 却遇上坏天气 阿令心情丝毫没受影响 她说东台湾的天气 本来就很多变 却也影响她的人生观 永远做好准备 然后保持乐观 回来咯 下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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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怕 嗨 嗨 嗨 你回来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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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胳 嗨 我回来了 你们每一次都要回来 或是怎么样 应该要事先跟我讲 因为每一次好像突然间 很恐怖 很恐怖 妳不要瘦了 妳不要瘦了 回到家人面前 阿令終於可以完全卸下 明星的沉重武裝 真實做自己 小小的庭院走廊 是阿令家人們每天閒話 家常的地方 邊做家事 邊聊生活瑣事 是阿令很懷念的小時候回憶 每次回來這邊 其實都沒有什麼壓力 反正都是很放鬆 就很像回到小時候的樣子 你可以鬧啊 可以開玩笑 唱歌啊 都沒有什麼束縛在 來 跟著家人一起哼唱 哲與棚下就是舞台 鍋碗瓢盆都是樂器 家是支撐阿令繼續往前的力量 所以其實我覺得 家始終都是我的一個很大的依靠 就像我們家的樣子一樣 就是後面是山 前面是一個大海 總是會有人等著妳回來 擁抱他們 拼命的在尋找著 整整完整的自我 嘗試想鬧的霓虹 卻帶來寂寞 去台北的那一年 阿令十九歲 一個人離開溫馨美麗的小部落 湧闖陌生繁華的大城市 一心追夢 十多年了 一路走來還能堅持率真 很難得 展現台 展現台 我來了 我是那個阿令啊 是喔 沒有看到我 是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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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什麼事 總是很能自我解嘲的阿令 其實是習慣把心事放在心底 看似順遂的演藝路 也曾有曲折 兩年前阿令才剛開完小巨蛋的演唱會 前東家卻無預警解散 讓阿令的唱片合約突然中斷 那個時候其實我一點都不知道說 公司解散 就是公司可能那個時候合約的問題 然後讓我有這麼大的壓力 可能那個時候也會想說 可能就沒有人聽我唱歌了 可能就之後就到這個時候結束了 所以那時候就有呆狀性套陣 然後我也不知道那個是真的壓力大到 這樣子 因為我也不常見到她 有時候我會在那邊 好想說在她的旁邊 能夠好好照顧她 對 她媽媽的想到你們都很難過 都好難過 都好難過 阿令的低潮母親都看在眼裡 卻只能在旁默默支持 面對無法預知的未來 阿令回到她最熟悉的地方 還應該算是我的 很像是我的蟑螂師一樣 你知道她就可以安撫 我的一些不愉快的情緒 讓我看到的時候 就算是看到書裡面的海 或者是電影裡面的海 就會覺得好像在這個時候 好像就瞬間回家了 你能體諒我又遇見 我單確你都了解 或許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間 我突然發現 人生的路上誰都有雨天 只是要看怎麼面對 阿令告訴自己 只要不放棄 永遠有機會 沉積了一段時間後 再一次站上舞台的她 像是脫掉了 以前小女孩的青澀感 更顯成熟自新 只是每一天 你們的腳有在舞空嗎 我們在去場 今年是阿令豐收的一年 參加我是歌手紅片兩岸 又出新專輯 還有兩場小巨蛋演唱會 光是上半年 CY有16場商演等著她 她說也許就是因為 在當時的隨遇而安 感染到周遭的一切 逆境便出路 從以前到現在就是 就覺得說沒關係 明天還是有機會去做好 你想要做的事情 今天做不好沒關係 明天還有時間還有機會 樂天更帶著強韌的生命力 讓阿令一直能不停蛻變 她越來越清楚 原來自己是因為家人們 滿滿的祝福和愛 才能繼續站上舞台 她知道 無論外面的世界 有多喧囂複雜 家是她心靈的避風港 最厚實的支撐力 永遠都在 趕快講話 跟她講話 要坐透車了 我在那邊 我問妳 我問妳 在繁華紛擾的市局裡 台灣很幸運 有一種聲音 特別的滋潤 那就是朴石洗練的民歌 過去這一年 民歌四時 彷彿開出了系列快車 在全省巡迴演唱 讓很多人的飛揚青春 重新可以活躍 TVPS看板融合的團隊 很幸運的 就在民歌四時 台中場之前 獨家直擊了 他們整個幕後排練的過程 深深感到 民歌手之間 超過二十年的珍醇友誼 釀出歲月芬芳 難怪歌聲 這麼多聽 最唱一段思想起 民歌四十年 最唱一段思想起 明歌歌手 民歌列車首行 列車場李建復 領著二十多位的民歌手 第一站來到台中圓滿劇場 陷居地球的浮雲游子 終於歸隊 聽著烈日高溫賣力彩排 試試看來早就按部就班 更是把拍攝帶 倒回大夥兒 在高鐵站集合的那一刻 冷面笑將王夢霖 不該搞笑本性 率先出包 有車還坐不到 我趕快打電話 跟他講 坐錯車了 他在那邊 王夢霖 他會逼我們 王夢霖 王夢霖 表情 他在心拍攝 他在心拍攝 公圖 他在心拍攝 就好 一樣 看他在心拍攝 同時 對 到得了是比較玩 一樣他都往來下 就比較像 他下那個河 沒關係 那車也是到台中 那就沒關係 這車我們還要 是一車歌手排排坐 那一車王夢玲就要揮別大火 而獨自前往 然後我們在台中等他 夢過離嬌的好友趙樹海 看著演唱會搭檔擦身而過 忍不住猛虧 要是演唱廟會 兩人沒有在一起嘗嘗跳跳 味道還真 輸不來 看著演唱會搭檔擦身而過 都聰明啊 他坐車車 他最紅啊 你剛才沒開到單在車窗裡面 你看 這是目的嘛 這麼大年紀還搞這玩兒 你真的要看這裡一下 這裡 前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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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從那個車上本來要跑掉 我連箱子都掛在上面 我就忍就走了 我想說箱子還沒拿 我讓回來拿箱子 你一看到所有人在看我 你知道 我忍不住 全都掛了 真的是 箱子模ות 大家可能就是自我覺醒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唱那個西洋民謠 再不然就是翻譯成日本歌曲 那個唱的時候會很煩 其實那時候的西洋民謠就是現在的小星星 加上一些對大山大海的一些懷念 或者是思 就是懷想 我覺得這些東西跟現在的小星星稍微不同 可是我覺得還蠻類似的 各位朋友 翻譯一文 1 2 2 對 隆登傳人傳唱將近40年 當年的陳啟臻還不會彈吉他 甚至魯廣仲都還沒出聲呢 這一票民歌手是誰也沒察覺到 自從楊璇1975年 在中山堂發表了相仇四孕 聚聖鄰河四十年的光陰已經匆匆流逝 給我一朵 它會想要 它會想 早年的民歌喜歡借用文人 餘光中 正愁語 胡適等人的詩詞 在譜上旋律 讓當年聽慣了西洋或東洋音樂的台灣人耳目一新 1975年6月6號 楊璇在中山堂辦演唱會的那一年 成了後人計算民歌的七十年 事實上在此之前 金曲小姐洪小喬 由爆吉他板折面 在櫻光幕上即興彈唱 民歌種詞可以說 在洪小喬的手中已經過下 用吉他或鋼琴簡單伴奏成了民歌演唱的一大特色 除了濃厚詩意的作品 葉家修 斜井 斜鄉土 斜鄉愁 成了民歌的鄉土情懷派 主要是因為我從小就在鄉下長大 花蓮 對 在花蓮鄉下長大 然後我外婆家是我最愛去的地方 那加上我爸爸是發電廠的廠長 所以我可以看到了很多很多很美的山水 葉家修出版了華人音樂第一張全創作專輯 其後為潘恩邦量身訂做外婆的澎湖灣 有華人的角落都知道這首歌 是 THIS 好 心眼剛出来 直到夜色昏摩 我倆再回家一路上 帕安邦跟我們是很特別的 一種情感 我們根本就像兄弟一樣 剛開始的時候 我的專輯唱片 上電視打歌 誰能幫我打 對 要說葉佳修跟帕安邦 親如兄弟 那唱紅秋纏的楊芳儀 徐曉晶 一路走來 情敵姐妹聲 聽我把珠水叫喊 看我把雨天醉灌 誰能從下一起醜 連我的臉已擁有 像我覺得跟小晶 我們兩個現在是分得好遠 我在美國她在上海 所以每一次在台上見面 其實我們都覺得 每一次的感覺都覺得 我們其實沒有離那麼遠 穿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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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因為一起去參加 金運獎的比賽 所以很難把我們拆開了 因為參加比賽 當年的民歌手 很多都是參加金運獎 或者是民謠風之類的比賽 才站上舞台 一個人在日出 一位 穿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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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著我 那步驟識有無 spacing 上舞台 穿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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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著我 Oke� jedoch stitch 40年 有些人褪居幕後 有些人則在人生舞台泄墓 除了潘安邦 黃大成 還有台宙媒的老搭檔是畢吾 寫出經典橄欖樹的大師李泰祥 李泰祥老師的音樂 對 我覺得要真的要面面去到 的確不好唱 因為我每次要唱李老師的作品 不管是已經唱了幾百次了 我總是非常的緊張 看見馬爺的一雙兒女站上舞台 這才明白電影會散場 人會離去 歌才會俊勇永遠傳唱 其實很感動 就是剛才在台上唱的時候 就是很專注 然後會感覺爸爸就坐在那個位置上 就是我真的看得到他 然後他就是胖胖的那個身體 然後還笑著這樣 四十年足以讓一個小小孩 長成了青壯年 人生的路途或歡喜或沮喪 或失意或已經成就 在這些重要的時刻 只有歌甚至可以說只有名歌 才能唱出生命的單純 人生的荒惠 開滿人物六年來不斷地精進 我們的核心價值是透過最嚴謹的製作態度 帶給這個社會每一個人物有影響力的正能量 開滿人物裡面的主角可以 您也可以 請侯年加油 平安如意 健康快樂 別忘了上我們的臉書 一起幫我們按個讚 我們下一次同一時間 加油 煙師 煙師 滅 煙師 付出 心 煙師 煙師 滅 M 芯 滅 霧 霧 感谢观看